认识全新腾式N7只需要技术这五个双 双腔空旋 双激光雷达 前后双电机 双腔超充 双舒适座椅 较全新腾式N7这一次也带来了很多的升级点 比如说前脸的变化就非常的明显 之前那个弧须脸可能有一些过于个性 现在给你升级了一个更加主流的审美 配置上还新增了像是电动可以调节的方向盘 还有流媒体的后视镜 包括后排座椅的电动调节 后排座椅的扶手 加了一个小屏幕上面可以控制座椅空调 还有音乐这些功能 那相信全新腾式N7大家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双腔空旋了 昨天我们在场地也是体验了一下 我当时打开我的摄像头用一倍来拍摄 发现开启这个功能和没有开启这个功能 你会发现摄像头抖动是非常明显的 那反映到我们人体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感受就很明显了 这是事关舒适的一项配置 当然它又不仅仅是舒适 它还关系到你的操控 你会发现腾式N7这一次的升级 还把它的底盘也换成了全铝的辐车架 然后把它的整个上摆臂下摆臂 都进行一些优化调节 那开起来它整个的操控感是更好的 过弯非常的稳 它的侧倾是很小的 同时刹车你会发现也是非常稳健 车的过于的晃动是没有的 这是这台车操控上的一些点 我们之前已经开过很多次腾式N7了 它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这种底盘稳健 开起来非常舒适的一台车型 如果你对要操控有一点点挑剔的话 我觉得腾式N7一定能够满足你 对这些细枝末节的一些感受的提升 那这一次叫智能豪华超舒适SUV 那智能被放在它第一位 那这就不得不说了 其实在2023款的腾式N7上 我们已经体验过它 城区高快路段的一个NOA领航功能 全新的腾式N7上它又开放了城市NOA 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深圳 在深圳的早高峰上带大家体验一下 它的城市NOA究竟体验如何 上干货 这个路况比重庆的还复杂 要不要喜提这次 会不会喜提新意 适我 我刚害怕了 我带了一把瓂Ε 我整个没有接管 这是一个非常突发的状态 这是他再次启动 整个过程是他自己在 好像一个真人在开 很牛的旁边是在修路 那整个自驾的体验已经结束了 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认为这是目前最勇的一个支架体验 虽然它够激进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安全做的还是OK的 慢慢的你接触下来 你会发现是可以信蓝 同时我觉得它的入门足够简单 三个按键两个拨片 加上一个方向盘上的按键 都能够启动它 足够简单 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接受它 只要法规允许 它随时可以开启L3级别的智能驾驶 软硬的储备都是有的 那致电五双豪华升级 全新腾身器 我觉得这个是主打一个听劝 要改造型改造型 要升级配置给你升级配置 细节仪式感全部都给你拉满 可以说这是一个水桶车型 用长江的话讲 叫百万级以内超舒适SUV